这个多头格局叫环涨集叠 环涨就是慢慢垫高 那慢慢垫高其实大家会怀疑 所以就有一句话叫做 行情总在怀疑当中诞生 当大家都了解的时候 爆量的时候破灭 所以环涨集叠这是一个多头的惯性 欢迎收看财经高照 与你同行 今天大盘将军股价指数再涨 这个我已经算不出来说 这个到底是第几次跟大家报告 这个多头格局叫环涨集叠 环涨就是慢慢垫高 那慢慢垫高其实大家会怀疑 所以就有一句话叫做 行情总在怀疑当中诞生 当大家都了解的时候 爆量的时候破灭 所以环涨集叠这是一个多头的惯性 那台北股市其实兵多降广 不缺撑盘的 比如说像今天2317的红海 撑盘的任务 就是让台积电稍微转移一下 给红海 还有什么 金融股 这样子护国神山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那这台股而言来讲的话 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事就是外资在这里 齐握空单 被嘎 你台积电不涨 我涨红海 我涨金控股 金控指数创新高 那坏处就是对 投资人而言 股票选择太多 好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拉回 那拉回 我就问大家一点 25001的国键 我问三次 买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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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回哦 当然啦股票市场 在这里 没有每天上涨的 它上涨之后就会拉回 整理整理 所以 如果未来会涨的股票 那一定是趁拉回买 是毫无疑问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些股票 我讲 你让它震荡洗一下 那未来上去 那个行情 才是你赚的 来 这股票一拳2486 这个老朋友 今天攻上涨停板 2486一拳 换手攻上涨停板 恭喜大家 好 那这个重点 在哪里 第一个 一拳涨停板 还会涨到哪里 第二个 接下来呢 你一拳没买到的人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第一个 新的股票 第二个 好的股票拉回买 我刚提到国件 国件拉回 你买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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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一拳涨停板 新的股票 你要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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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拳 我记得当时我公开邀请大家 我说在这里 这是周线 你看见没有 我特别跟我们小编讲 我帅哥 你把这个图 这个帮我放大一点 因为很多大姐 哥哥 用手机看 包含我现在自己 这个眼睛 这个有时候太小的字 看得也很辛苦 来 周线 我当时跟各位讲 在这里黄金交叉 那时候股价在多少 67 四十几块钱 我说先攻 先看67 站上67之后 后看三位数 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来 今天在这里 从50块钱不到 到这个地方盘整 今天直接就给你突破盘整区 从7字头跳到8字头了 那么各位 你想想看 像这种股票 有没有机会到三位数 我没有预设立场 我问大家 一件事情 他有没有机会 来到三位数 我当时跟各位讲 他叫小建策 记不记得 我再讲 写一次 我当时跟大家讲 他叫小建策 可能大家都忘记了 建策多少钱 共用到1000块钱 所以一拳 5月份的股票 新标股 为什么新标股 因为他4月份来整理 因为整个4月份的整理 就要到5月拉出 所以出生段结束之后 在这里即将进行主生段 好 那现在重点来了 你是要抱着套牢的股票 无可奈何 还是要买新标股 你是要抱着套牢的股票 无可奈何 还是要买进新标股 一拳我就公开跟大家讲 我公开给你讲都没有问题 会不会来到 会不会来到 你小心它喷出 来 这个上拳也是一样 有没有 整理整理 强攻掌停 钢起掌 续报 我当时是不是跟各位讲 来 恭喜老朋友 3363的上拳 洗完之后 整理整理亮灯 亮灯 工上掌停板 两个老朋友 一拳 十拳 一起亮灯 哇 这真的是 可爱的巧合 美丽的巧合 一拳亮灯 十拳也亮灯 双拳一起亮灯 双拳一起亮灯 各位 喜爱又发动了 我也告诉你了 那现在问题 你套牢股票怎么办 很多人讲 老师我买什么股票 我去年套住 前年套住 大前年套住 那我跟大家讲 你如果真的想要赚钱的 我愿意帮你 你的套牢的股票 我们来换 换什么 换我的五月新标股 其实很简单 你不用打一堆字 你在LINE上 不用打一堆字 老师 我的什么股票 套住 没关系 你记得一点 你只要留电话 这三个字把它记下来 你只要留下电话 我来服务你 你给我一档你的股票 我来帮你换 我们五月份的新标股 你给我一档股票 我来给你换 五月份的新标股 你记得留电话 留电话 留电话 你只要留电话 你只要留电话 套牢股票换新标股 如果你真的想要 逆转胜 如果你真的想要反败为胜 你真的想要股票赚钱 那你应该就是 把你的资金 从套牢的股票 不对的股票 过时股票 换到什么 新的标股市场 你这样才能够赚钱 来 这样股票要注意 大盘压回 逆势掌停板 长股票要注意 好 来 老陪有请雅 有没有 我公开邀请你 今天是不是在创高 这是最好的例子 对不对 当时我跟你讲 整理完第一支 这五个字 现在你自己看 还会继续涨 我都公开告诉你 还会继续涨呢 你还不去买 那我请问各位 你跟我说老师 涨停板我没有 那我告诉你说 他涨停板 还会继续涨 你第一时间没有跟上 我也很无私的跟你讲 我说还会涨 还会涨 还会涨 就是报劳 就是报劳 是不是继续涨 这天插一档 然后震荡怎么样 压下来 留个黑K 这天是最好的买点 是不是隔天涨停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这天拉一档创新高 我说让他震 让他震 让他震 这个筹码有人照顾的 让他震 你没有上车 你赶快买 买完之后隔天是不是 涨停板 涨停板 今天有没有 创新高 各位 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 我公开跟你讲 我买在这里 那这一天震荡 有没有 插一档涨停板 我是不是跟你讲 还会涨 我在这一天都跟你讲 还会涨了 我买在起账区 那震荡你要不要买 我都公开告诉大家了 我都公开跟各位讲了 但问题是说 很多人就是 重点在哪边 股票套住 他们股票套住 你套牢股票你不敢买 你不会买 或是你可能有钱 可是 这个操作的观念 你要改 除非你是百分之百的资金 压在套牢股票身上 你没有钱了 不然你任何时间 你买都可以 后面还有两根涨停板 给你赚 还有两根涨停板 给你赚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现在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 股票太多 很多人有套牢的股票 所以有人在赖上 问我说 老师什么股票 我去年套住 前年套住 我说 你如果真的想要赚钱 你如果真的想要在股市赚钱 那我愿意帮你 前提是 你必须让我知道 你必须让我知道你要换 不然我跟你讲 你不敢买 你不会买 你在这里你会不会买 你不会买 老师 我没有买到最低 那为什么你的股票会套住 对不对 因为资金的轮动 好不好 资金的轮动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说你要赶快 好不好 我公开跟大家讲 各位 想要赚钱的 很简单 就三个字 你在赖上 你潜水这么久了 你看到今天上拳 你看到一拳 双拳一起亮灯 你看到琴雅 我公开跟大家讲 还会涨 你有没有买 所以 有些老朋友 很可爱 在赖上 宇哥早安 宇哥晚安 宇哥谢谢 我很想知道 那你有没有赚钱 不要谢我 谢谢你自己 你有赚钱才是真的 如果没有 没问题 好不好 不要再潜水了 浮上来 浮上来 记得 留电话 留电话 用你的套脑股票 来换为党 全新的五月表股 祝大家财新高照 天天都有 涨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